新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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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我们先恭贺新交点回到台湾 我想看到新交点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很多人这几年对台湾 非常失去信心 但是我常讲一个观念 新交点当年 我们红董事长一个人 单枪踢马 一个人的力量在上海 创造了今天的基业 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台商这二十年当中 从台湾拿了差不多 有人估最低是 三千亿美金 最高是八千多亿美金 有人算一兆美金 那这个资金 在中国的快速的 发展中的经济当中 快速结起 我想 台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新交点 他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我了解这个我们红董事长 是娶了上海的夫人 那他能够 这个是他们兄妹创业 但是他在上海成家 这段时间很少回来 那我认识红董事长 是大约在四年多以前 我算你一个投资考察团 那么我们到上海的第一站 就到新交点去 去做考察 那红董事长 非常迁徙 也把公司营运 很详细跟我们讲 同时呢 我们也去看 正在刚刚盖好的 在上海的一个 他的汽车美容的一个专卖店 那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想我们看着新交点 每天一天一天长大 那到今天为止 他决定要回到台湾来挂TDR 我想这一次他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 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东西 第一个我们看到保来 在承销上 他效率之高 大大出我意料之外 我想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保来林董事长 率领的船队 有黄西岩先生 他们的作战能力一流 为什么 新交点在很短时间 就决定要回来 回来之后 他以很快的速度 回到台湾来TDR 那我想最近我们看到 在抢先 这个新交点前面一步 是京西国际 这京西昨天开始正式挂牌TDR 第一天110万张 挂涨皮板买不到 今天又挂了133万张 我的想法 新交点会比京西国际好很多 为什么 这个整个新交点的发展 我想 他在大陆十几年 这十几年当中 第一个 他从汽车切入 在汽车发展的领域当中 在整个中国大陆 早期的发展 他是 是 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浪 他已经先去开垢 所以早期的垢发的过程 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看到 我总是一个人的力量 能够把这个事业一步一步做起来 那现在开始有很重大的改变 今年 第一个 中国大陆的汽车 销售量 超越美国 变成世界最大的汽车的 消费的市场 那我想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看到中国大陆一年 汽车大概卖了六百多万辆 今年会超过一倍 到达一千两百多万辆 再到这一模 我相信 中国有非常好的 在汽车维修上 会矿造出更大的市场 那新交点过去 以这个汽车的做市场为主 那现在来讲 我想 将来的汽车的美容 整个通路 它不但是有汽车概念 又兼记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通路概念 这个通路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近看到 大陆发准备 要在香港上市了 他为了先轰动 那整个中国 这个礼拜我也去参加 康苏路的 这个魏英德先生 起媳妇 我特别给他算 康苏路在2000年股价只有数毛钱 到今天为止 他的市值 到达903亿港币 换算新台币是3872亿 那你算算 在台湾 他已经中市值 他在半年前 追过友达 在最近 终于逼近中钢 我大概可以想象的到 一家卖泡面 卖到超购面板 就是有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 来做货盾 那西交点 我相信 在中国的这个 这么回渥的市场当中 他未来的成长的潜力 更是足着大家来期待 所以 等一下我们 李先生也要特别 可能要跟大家讲 我这一集 看我的金座刊 一翻开 再看到我们李中钢先生 特别在写新焦点 那他特别讲到 马基维里 他讲说 因为胜任的金主 必须拥有 狮子般的凶猛 跟狐狸般的狡障 但说 两者不能兼得 寧可拥有狐狸般的特顺 那 这三个特使里面 他讲到 我们洪董事长 他说 对经营者 对员工 要包容 对股东 要诚实 对外部人 要能够 不要莫守成规 那西交点在 这里面的发展过程 我想几个阶段都很重要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新焦点领替的 华人股东当中 我想我跟新焦点 特别是因为 我的前老板 崔武汉先生 他后来 投了新焦点相当大的比例 他非常看好这家公司 同时 益隆的集团跟统一 也都是新焦点的大股东 后来有马丁可蒂 他们也参加了 所以新焦点 有非常雄厚的股东的结构 第二个年 我们会看到 在两岸发展当中 我们洪伟毕先生 看到台湾发展的时机 成熟之后 他以最快的时间 回到台湾来挂牌TDR 这个概念是 我跟很多人讲的 很多人还在第一上市 在摸索 但是 我相信到明年为止 我估计 最少可能有20家以上的公司 最多一起 搞不好会到50家 在外面的海资企业 会纷纷回到台湾来挂牌 我个人其实 我在三四年前 我已经是新焦点的股东 我的股票都没卖 到现在为止 我终于发现 最近感觉到 他特别有力道 因为他决定要回台湾了 当他宣布要回台湾那天 股价突然 他原来只有大概是一块一毛多 突然冲到两块五毛钱 所以台湾的问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相信 从新焦点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可以 能够很乐观的期待 他在上市之后 一定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我们希望说 洪先生能够把在中国大陆 十几年辛苦经营的成果 利用这些机会 来分享给所有 台湾广大的投资大众 我相信 现在是我们分享 我们洪董事长 辛苦一生的经营成果 最好的时机 我们一祝联系到点上市 顺利成功 谢谢大家